美國那麼自己公布自己的這個軍艦 那麼經過台海 經過台灣海峽 那麼他的政治跟軍事的意義就很大 他每次都是比如說一艘軍艦 然後就直接這樣穿過來以後到南海 尤其到南海他會做一件事 到中共所宣稱的那些人工島礁 故意去衝進去你12海里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國際海里面規定 12海里是你的領海 天上叫領空 我故意衝進去了以後就表示 我不承認這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意義 當然中共也會故意就用各式各樣的 飛彈巡防艦 驅逐艦等等 蓄意靠近他 不碰撞 但是快要碰撞了 上市我記得距離大概50公尺 在天空曾經發生過飛機撞飛機 然後在海上的話 50公尺 其實50公尺很危險 因為如果再不掉頭的話 那麼希望能夠逼走你 當然是對美軍來講 反正我就每次孤孤來一次 一兩個月來一次就故意給你航行到那邊 當然這個時候航行過台海 又故意的告訴你 也是一個軍事上的一個意義 不過因為在定義上 我們跟美國是盟邦的關係 雖然我們沒有真實的外交關係 所以他們的飛機跟他們的軍艦 都會開相關的識別器 所以我們都知道 原來這自己人 自己人的這個美軍 他現在從北往南要到哪裡去了 南往北要到哪裡去 我們都知道 那麼中共當然也不是吃素的 為什麼呢 他的山東號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 南下呢 從大連直接南下到經過台灣海峽 然後有四艘護衛艦帶著下面 如果正常的情況之下 下面應該有核子的相關的潛水艇護航 然後經過台灣海峽 南下到這個南海去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每一年他都在這個時候 差不多這個時候離開東北附近 直接經過海峽到南海去 他要軍艦 現在我們講話的同時 中共在南海軍艦 那麼軍艦要到下個禮拜 也就是到年底以前 他繼續在軍艦 不過他是小規模的 我們值得注意的不是這一艘 為什麼呢 因為山東號雖然他的艦載機殲-15 大概可以載到30幾架 跟一些直升機 不過最主要他如果要攻打台灣 不會用航空母艦的 因為不需要 他離台灣太近了 他用飛彈用飛機對不對 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兩棲登陸艦 他要 山東號要到南海去的過程當中 兩棲登陸艦其實已經在南海了 你知道嗎 兩棲登陸艦上面有什麼東西 有氣墊船 有運輸五雙直升機 他們以後他要登陸的話 他絕對直接載著特戰部隊 海軍陸戰隊 他有四個旅 所以直接就載到去攻打 攻打台灣 攻打澎湖 攻打東沙島等等 然後還有野馬氣墊船 他的兩棲登陸艦裡面有 這一艘現在在那個地方 那麼他很可能是 那麼包括山東號也好 還有包括兩棲登陸艦也好 一起在南海進行一個演習 在那個地方演習 不過我們值得注意的 不是他的這個山東號下來 我們有六艘軍艦 跟八架的這個飛機在監控他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怕他 講白了 我們不怕他 可是遼寧號到哪裡去了 遼寧號是他的第一艘航空母艦 但是事實上是這個 等於說是實驗性質的 因為等於說是他的那個練習艦 可是他一樣有殺傷力 一樣有攻擊力 他在什麼地方 預計他會從東北一樣黃海 下到東海這個地方 在台灣的北部 什麼意思 這就是他的戰術 什麼意思 一艘在南海 一艘在台灣 一艘在台灣南部 一艘在台灣北部 讓你到時候 我要攻打台灣的時候 讓你包括美國在內這些盟幫 沒有辦法迅速靠近 迅速來救台灣 山東號跟遼寧號 不管他怎麼經過台灣海峽 我跟各位報告 他從上面下來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經過的是東引 也就是馬祖外海的東引島的外海 那麼緊接著來經過澎湖 澎湖的外海 東引跟澎湖的外海 兩個地方 台灣本島不算 單單這兩個離島 所擁有的防空跟反艦飛彈 加起來超過1000顆 你知道嗎 飛機 然後跟我們的軍艦 跟我們的陸地 全部的飛彈都還不算 這裡就超過1000顆 他必須面對我們的1000顆飛彈等等 他基本上有這個海洪旗10 那麼他其他旁邊的護衛艦 還有很多對不對 有很多的相關的 包括那麼海洪旗16等等 這些反艦防空的飛彈 還是很強的 但是如果大家 我們自己本身必須先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而且他的護衛艦裡面 我今天看他們相關的 類似我們的驅逐艦 也就是飛彈巡防艦 驅逐艦等等 他們聽說30艘又要見到50艘 他的飛彈的能力也是很厲害 但我非常的訝異 他每個小時 他最快的時速 竟然只有27捷 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很訝異 你有沒有看到航空母艦 他們的航空母艦 最快山東號31捷 遼寧號30捷 下面意思 曾經聽說發生過 負責保護的驅逐艦 全面把火力全開 追不上前面的航空母艦 哪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中共很奇怪 但他未來20艘還要準備要蓋的 你們為什麼 是我一定想辦法改變這個地方 還有各位 他的航空母艦 我為什麼說不是政治台灣的 他的航空母艦不是核子動力 你知道嗎 他的航空母艦不是核子動力 代表什麼 他吃油的 吃油什麼意思 他就必須要有一艘運輸艦 運輸艦裡面放油放物資等等 我要是美國的話 我第一個打不是打航空母艦 不是打護衛艦 打那個運輸艦 那麼還有最主要是他的戰力 他的戰力是什麼 兩艘山東號跟遼寧號 加起來的艦載機 就是航空母艦上的飛機 等於人家美國航空母艦的一艘 所以他的戰力沒有那麼強 當然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威脅 不過也跟各位說 日本今天通過 有史以來最高的國防預算 5.3兆相關的日元 然後包括他的 那麼空中相關的防空飛彈 射程12是100公里 直接一口氣拉長到1000公里 專門針對老共來的 他的兩艘新型的要建造的 這個神盾驅逐艦 專門鎖定也是老共來的 包括你看德國也來了 英國航空母艦戰鬥群 明年要來了 法國也來了 大家都來了 然後整個四季連 整個亞洲大家鎖定的敵人 就是你中共 連印度你都得罪了 所以老共一個人 得罪這麼多人 那真的是世界奇蹟 這個比武漢肺炎病毒 還難纏